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亲亲 893集 近风中的兰芝长老张凡倒是见过 这家伙就像是一个灭绝师太那样的古板老道 兰芝的道行诗道性七段 真气实力 形气精二段 一个女人拥有如此的实力 那绝对称得上是强者了 也不知这次近风中派出的那两个 所谓年轻一代的翘楚 是不是参加切磋赛的那个人呢 那个人在切磋赛第一轮便败给了贺安 实力似乎并不是很强啊 最令张凡疑惑的 便是张厚瑜手下 那一名一年四季都穿着黑袍的男子 当初马脚村村民还有一名灵异部门的警察 都是被张厚瑜手下一名黑袍男子给杀的 那人作恶多端 罪大恶极 不知道这次张厚瑜派出的人 跟马脚村那个杀害村民的凶手 是不是同一个呀 这张厚瑜一共有几名得力手下呀 就一个 据说这个人是一名扎纸匠的 听到袁立志的回答 张凡眉头一皱 由此看来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自己跟这名黑袍男子之前见过面的 他认识自己 也知道自己修有悬门之气和真气 如果两人在这边相遇的话 那自己可就是彻底暴露了 这人不仅杀了马脚村的人和警察 他也是马脚村的潜在威胁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进入马脚村 对马脚村的人大开杀戒的 张凡一直在找机会 想把他给除了 这次正好借此机会一举把他解决 这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样的话张凡就不必担心会暴露了 他虽然是扎纸匠 但是并没有修炼真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把他除了 比除掉那些修炼有真气的人 要容易得多了 老袁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啊 他们刚刚出发 说着去未想采购我一些东西 我估计晚上之前应该就到了 哦对了 他们除了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重点好像是要买一些扎纸真的纸 我听他们说 这也只能可以代替他们去设计 这也是这次带他们一起去机关山的主要原因呢 听到这里 张凡的眼珠子微微地一转 老袁 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开了一辆埃里山 车牌号是中C234578 好 老袁 我知道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有什么情况 接着电话联系 对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明白 张先生 说吧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张凡思考了一会儿 给徐政 拨了一个电话 电话 也是很快就接通了 喂 张先生啊 以你在卫线的事理 能帮我找到一辆车子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 交管部门有我的好朋友 行 你帮我查一辆车牌号为 中C234578的车子 是一辆埃里山 行 我马上查 查到以后 我立刻电话通知你 好的 我等你消息 随后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浩敏 清云 你们两个下午去找赫安他们 打牌 或者干别的 要一直保证待在他们的身边 下午的时候 我和方也要出门办事 张凡之所以 让方浩敏和黄清云 跟在赫安的身边 就是怕有些人 因为他离开 会伤害方浩敏 和黄清云 来报复他 好的 凡哥 凡哥 两人均认答应 他们也清楚张凡的用意 自然是听从了 张凡的安排 也不愿意 成为张凡的累赘 走 吃饭 张凡看了看时间 已是接近中午十二点了 随后 死人便一起去了餐厅 在吃饭的时候 张凡恰好碰到了赫安 张凡告诉他 他一会儿要出门一趟 让他帮忙照看一下 黄清云还有方浩敏 赫安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他也很清楚 张凡是在提防着秦家人呢 吃完了午饭 张凡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徐正 喂 老徐啊 张先生 你说的那辆爱丽参 我已经查到了 现在正停在 卫线百货大楼的 地下车库里面 行 知道了 老徐啊 多谢 张先生 不用跟我客气 你继续盯着 如果这车子从里面出来 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 行 张先生放心 随后 两人挂断电话 张凡则是望向方言 咱们出发 方言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便出门上了车子 驱车 载着张凡 朝百货大楼的方向驶去 张先生 百货大楼里面人多眼杂 也不是什么动手的好地方 车子行到半路 方言提醒 再上车以后 张凡已经把要做的事情 告知了方言 我知道 不会在百货大楼里面动手 咱们去百货大楼呢 先探探情况 袁立志说 那个黑袍男子要买一些纸 想买大的纸张 只能去造纸厂里 造纸厂污染严重 一般都在偏僻的地方 咱们可以在路上动手 嗯 这是一个好办法 对于这个方案 方言倒是颇为肯定 又过了半个小时 张凡和方言 便到了卫县百货大楼地下车库了 那辆车牌照 为中C23478的爱里申 就停在地下车库 入口不远的地方 张凡让方言 把车子停在了距离那辆爱里申 15米左右的距离 你盯着这个车子 我去找那个黑袍男子 咱们电话联系 好的 张先生 您注意安全呢 从机关山到卫县百货大楼 用11个小时 如今已是下午1点多了 张凡直接 到了卫县百货大楼五楼 这里是餐饮聚集的地方 张凡猜测 他们很可能在吃饭 很快 张凡便到了五楼 因为这些餐厅都是开放式的 所以张凡很容易地 就可以观察 餐厅里面的情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